上次我分享了利转三高的一个检查报告啊 好多朋友问我 这个糖友啊 血脂高平时吃啥呢 首先我在指导啊 这位朋友去做饮食管理的时候啊 并没有说靠吃水煮菜来控这个血脂 而且是在每天热量啊 摄入足够的状况下 存饮食呢 它的钾油酸脂从3点也就20来天嘛 就降到20 然后它这个脂脂方方干干呢 也从中度啊到了轻度 对于这个脂高的问题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白天烤吃晚上烤干 这是它的来源 营养不良的话 你怕自己都真的皮虚 哪哪哪都虚 都会啊 让这个指标升高 最后呢 有人在我那个铁子后面还骂了啊 有人说特卫老师啊 听着你的节目 我的糖高压高的情况好了 有人就说是托儿 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根本解决不了 你凭什么敢吹 来我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啊 首先三高呢 不是绝症 虽然每个专家呢都告诉你 那没得治啊 只代表他没有方法 那这里面大家一定要了解 三高其实是一种代谢综合征 肥胖的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 叫代谢异常 代谢综合征 究竟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进去的东西 出不去了 留下来了 比如说盐出不去 这个人就容易 对吧 压高 水分出不去 也容易压高 那这个人 他摄入的糖超标了 也出不去 这个人就开始高血糖 多余的糖跟油转化成脂肪 他就变成那种高血脂 各位啊 你肯定是没有听错的 这个脂膏呢 他不是这个肉吃多了 也不是说你脂肪吃多了 而是你糖跟油 吃太超标了 解铃人还需 如果你能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啊 这个人问题啊 解决起来就比较快 比如说 在我的那个课里面 我经常讲啊 三高的一个自我疗愈 怎么来解决呢 首先啊 完全力转他的生活方式 换个吃法 让他多余的东西 不管是酸啊 脂啊 还是糖啊 能够让他排出来 而排出来最好的方法 不是你呀 吃啥 比如呢 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啊 他管管里面都是红墨水 怎么消除了 难道你再喝点黑墨水来冲淡他吗 所以我经常讲啊 就是说 我教大家清断食的意思 就是完全的管住嘴 进入不吃不够的状态 但是做这个人 总不能一辈子都清断食 闭鼓 对不对 如果他维持着一个错误的生活方式 他吃了不对的东西 他的指标 有没有可能回来呢 肯定的 所以 在第三堂课 我还会教大家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叫纯净低碳饮食 啥意思 就叫糖尤分离 同时呢 拥抱肉菜骨 远离米面糖 那很多医生会说我违背主信 主信呢 说五骨为氧 五骨的主要成分 是糖 如果你已经是高血糖了 你还相信五骨为氧 各位啊 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认知刚好是相反的 刚好是错的 无论你怎么努力 你也不可能啊 解决你的问题 那我再问下屏幕背后的各位 有人在白大褂那里制好的山高 没有 所以啊 白大褂才说山高制不好 有人把自己的山高调好了吗 各位 多了去 我这边呢 一抓一大把 所以白大褂说定不科学 那各位听起来这些不太符合常规的这种 隐事方案 偏偏有可能啊 让这个人啊 瘦下个几十斤 把他指标调回正常 然后呢 把他未来可能遭遇的那个灾难性的炸弹 给他拆除掉 而平时呢 大家听说的 按时吃片片 一定要饮食清淡 你相信这些方法都没有用 而有用的方法 压根就不信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这个问题啊 真的能解决吗 最后啊 问大家 如果你老的时候呢 中风啊 心肝啊 老感 没有人想这样 但是80%的人啊 都是这样 而这些人之所以走到内部 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啊 一直有很多慢病 苟延残喘 拖了很多年 没有去啊 管你好 而里面最大比例就是三高 那请问啊 这里面啊 有你吗 而三高呢 第一步啊 我望就是这个人啊 代谢综合征 是一个胖子 各位呢 你是吗 你说啊 你的课我也不听 你的方案我也不想了解 反正啊 我不信 那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之后 你的命运是啥样的 成年人 世界里啊 没有对错 只有选择 信者得福 你选择了不信 自然有不信的结果 唠唠唠唠唠 说了这么多 大家呢 有听明白吗 你决定做点什么吗 评论区告诉我 我先来评论区 我先去找个宣物